欢迎继续收听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无罪谋杀》 眼看着就要滑进恐怖的深渊 张欣然拼命挣扎 突然一切的幻想一张张面孔瞬间全部消失了 房间恢复了原先的宁静 眼前只剩下单调的黑暗 药力缓慢地发作着 麻痹着她高度紧张的神经 洗刷着脑子里无穷无尽的恐怖想象 她终于不堪重负 合上千重的眼皮 睡过去了 这一觉睡得很沉 很累 甚至连一个梦都没有 只有沉沉的黑暗压在她的身上 让她呼吸吃力 忽然有只手推了她一把 把她从熟睡中推醒了 她迷迷轰轰睁开眼 只看见昏暗的房间里站着一个人 她问 是家家吗 那个人不说话 朝张欣然招招手 然后就走出房间 张欣然疑惑地爬起来 跟在那人身后出了房间 下了楼梯 一直走出大门 那个人没有停下脚步 继续向前走 天空黑沉如墨 万物都笼罩在阴影里 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 张欣然感觉好像自己并没有睡很久 她跟着那个神秘人一直走 在大街小巷里穿梭 深夜寂静的街道上 只有他们两个人 仿如两个孤单的游魂四处飘荡 也不知道那个神秘人要去什么地方 甚至都没有回头看张欣然一眼 张欣然想撵上去问个究竟 却又不敢 她本身就像一个谜团 令人生畏又难以抗拒 走着走着 拐过一条狭窄的街道 那个神秘人忽然就不见了 张欣然惊慌四顾 前后只有一条漆黑的街道 偶尔有一两个路灯杆 散发着朦胧的光 根本连个人影都没有 她有点怕 想回家 可是又不知道 现在身在什么地方 只能默然地往前走 希望走出这条街 能认识路 但是不知为什么 她越往前走 心中越坠坠不安 似乎黑暗的街道上 隐藏着什么不好的东西 正在等着她 她不由地加快脚步 想尽快逃出这条街 眼前忽然一晃 好像有什么东西 在眼前闪过 她仔细一看 正是那个神秘人 她从一棵树下的阴影中窜出 轻快地向前跑去 张欣然本能地在后面追 跑着跑着 眼看着就要追上了 那个神秘人忽然一转身 钻进路边一条胡同 她也往胡同里面跑 眼前猝不及防 出现了极恐怖的情景 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 正靠墙站着 乳白色的身体 在黑暗中尤其刺眼 她脸上流着眼泪 写满了惊恐 身体也在瑟瑟发抖 就在女人对面的阴影里 站着一个黑色的剑影 她掐着女人脖子 正静静地观察它 仿佛一条贪婪的野狗 嗅到了美味的猎物 谁都无法想象 在这样寂静的夜晚 竟然能发生 如此罪恶的一幕 张欣然不知该如何是好 她已经惊恐到了极点 本能地想往后退缩 就在这时候 那个无助的年轻女人 忽然向她求救 求求我 求求我 凶手捂住她的嘴 肆无忌惮地对她下手 鲜血从女人撕裂的身体上 不停地涌出 吕爱卿 瞪大布满泪水的眼中 望着张欣然 那绝望的神情 张欣然永远无法忘记 她亮亮腔腔 转身想跑 没等跑几步 肩膀上忽然搭上一只手 她回头一看 竟是吕爱卿 全身的血液 瞬间冻结了 吕爱卿 赤身裸体 身体上 还往下淌着血水 眼睛里 充满了泪水 她凝视着张欣然 张欣然 也请不自禁地哭起来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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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当初就是这样对我说的 吕爱卿说 你认为这样就有用吗 这样 我就会原谅你吗 张欣然真希望 眼前发生的一切 只是一场梦 她闭上眼睛 用力咬了一下嘴唇 再睁开眼 看见的还是吕爱卿 充满怀恨的眼神 你别想甩掉我 我不会放过你的 吕爱卿悲伤的表情里 浮现出阴冷 忽然 有脚步声传来 正走向两人 张欣然转头 赫然看见 杀死吕爱卿的凶手 正在慢慢逼近 她充满杀气地看着张欣然 整张脸都隐藏在阴影里 却能清楚地看到 嘴角咧开 露出无比恐怖的冷笑 不 不 张欣然想挣脱吕爱卿 可是她死死抓住 张欣然的肩膀就是不松开 吕爱卿说 我要让你尝尝 我早受过的痛苦 张欣然绝望地看着凶手走到近前 她缓缓伸出双手 宽大的手掌完全包裹住她的脖子 开始慢慢紧缩 张欣然痛苦地扭动身体 感觉自己马上要死了 耳边传来吕爱卿 幸灾乐祸的笑声 张欣然忽然睁开双眼 吕爱卿不见了 凶手也不见了 原来真是一场梦啊 她长松一口气 浑身虚脱地躺在床上 但就是感觉胳膊被人用力拉扯 原来是女儿邓家家 是她把自己拽醒的 张欣然十分疲倦地问 你怎么了 有事吗 我没事 是你有事 我怎么了 你说呢 张欣然发现女儿神色不对 打了个机灵清醒过来 一下坐起身 猛然发现 自己周围是空旷的大街 自己此时正坐在路口的斑马线上 她惊慌失措地问女儿 我 我 我怎么会在这儿啊 你还问呢 邓家家焦急地说 大半夜的 你自己一个人跑出家 我喊你 你也不理我 我还以为你要去什么地方 一直跟到这里 结果你忽然躺在地上 又哭又叫的 我还以为你犯了什么病了 才过来拽你 你这到底怎么了 你有什么病吗 你可别吓我 我 我没事 我没事 张欣然努力想站起来 双腿一软 又坐回到地上 他心里也是惶恐不安 他也想知道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 丁潜说 你这是梦游症 梦游 张欣然难掩惊讶 此时 他正端庄优雅地坐在丁潜的办公室里 窗外天光明媚 房间里安宁舒适 他尽量委婉地向丁潜讲述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现在反而并不觉得有多恐怖 就像是在闲聊另外一个人有点离奇的遭遇 没想到丁潜听完他说的 马上就做出了结论 无罪谋杀VIP版本 每天至少更新八集 好听的故事无需等待 直接在喜马拉雅APP搜索无罪谋杀VIP 就可找到购买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期标题我的微信咨询 感谢收听